6月20日 亚澳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季忠 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霍启刚 腾讯集团首席运营官任宇新 腾讯集团副总裁陈武等互联网传统体育电竞行业的大咖 聚首海南博2019全球电竞运动领袖峰会 即腾讯电竞年度发布会 共同探讨中国及亚洲电竞现状及未来 据了解2003年11月 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正式批准将电子竞技列为第99个正式体育竞赛项 2011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改批为第78个正式体育竞赛项 电子竞技也是一种职业和棋艺等非电子游戏比赛类似 腾讯集团首席运营官任宇新在致辞时表示 经过20余年发展 如今 中国电竞正处于最好发展时刻 经过20多年的发展 今天的中国电竞 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刻 今年 中国电竞用户总量 预计将突破3.5亿 而产业规模将达到138亿 腾讯集团副总裁 陈吴表示 目前 中国电竞正逐步发生变化 全国各地 各级主管部门 正在加大支持电竞发展 电竞大众化和普及程度正进一步加深 资本和品牌商开始对电竞产业进行投入 亚奥理事会 终身名誉副主席 魏季忠表示 电子竞技正逐步与电子游戏脱离 电子竞技 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项目 电竞今后发展与传统体育项目一样 要遵循大众化 国际化 体育化 发展规律 而中国电竞发展 政府政策支持是首要点 电子竞技要在我们中国发展 突出不了政府的支持 特别是政府政策的支持 政府政策的支持 它应该表现在 事先有政策 在2018年亚加达亚运会中 电竞被列为表演赛项目 中国电竞团队筛下该届亚运会电竞表演赛首金 亚洲电子体育联合会主席 霍启刚表示 电竞进入亚运会 对亚洲各国产生了正面影响 目前 该联合会已有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电子体育协会加入 并且称为正式会员 除中国 日本 韩国 电竞产业发展较快外 目前 东南亚及南亚各国的电竞产业 也正在快速发展 亚洲电竞未来该如何前行 霍启刚提出 首先建立顶级洲际赛事 其次 开展两个合作 我们要搭建一个合作的平台 让更多的传统体育圈子的朋友 也能接触到 了解到我们电子体育 达成共识 能否可以跟各国的官方电视台多合作 把电竞电视体育可以整个亚洲的更广泛的推到另外一个领域